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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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啊 我 我明白了 浴室的温度过高 所以手环会出现一些异常 这个情况我要反馈个技术部 以视频为正 我贺枪夜什么都没做 闯入秦颐悦女士的家中 实属有因 并没有想通过不轨 我现在就 那个秦女士 不是 保持距离 要不然的话更解释不清了 那要不 我外面的门我可以解释 我先帮你把温室的门关好 那要不然说话 你可以慢慢洗 我在外面等你 不着急 开门 你也是冲 你要是再不看温室 我更连私处明斩 究竟美少女 你这个我都快 通知一下基础 手环的防水性和耐高温性 都需要更多的实验来强化 下周一给我一份 最新的实验参数报告 还有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手环在各种 恶劣环境下的 适应能力一几 我心意 绝不认输 那个 何晓妍 你给我动手 何晓妍 我给你 你把真高的 你是不是想去 你自己想去 你你自己想去 怪不得你生病呢 简直就是一个大型戏群的培养病 还是一个当医生的呢 这个笨蛋肯定不知道怎么吃 比小宝还不会照顾自己 这以后可怎么成为我和我哥的家庭医生呢 还有李不识在床是吗 好 像个大猪蹄子 你真可爱她 这地方和人都太不成长了 这地方和人都太不成长了 我这是重生了吗 重生了 重生了 还给了我一个老公 头怎么那么小 醒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小宝陪着我照顾了你一晚上 让她多睡一会儿 你先起来 我就急线了 这是我家吗 坐 不是 不是 你到底对我家做了什么 先把粥喝了 然后再把药吃了 走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 你为什么会在我家 昨天晚上 没什么 吃饭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我在卫生间洗澡 我洗澡 然后我 哎呀 今日 我请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控制什么 饭量 对了 你为什么会来我家 是我给你开门的 是我自己开的 007 你的生日 你怎么会知道 你跟小宝说你的生日是在六月份 不是赶上家长会 就是赶上期末考 最紧张的一次是你高考数学那天 全国高考是六月七号和八号 数学是第一天 这你都记得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得 你是我的目标合作伙伴 所以你的一言一行 都在我的考核范围里 哦 哦 对了 那我这衣服也是你穿吗 那那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不 不该看哪 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 你 你都看到了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再回想起来 你跟我说实话 身高目测 162到164 身材比例55开 脂肪多集中在腹部以及臀腿 根据我的推测 你的实际体重 应该比你自曝的简历上多出 3.5公斤 你再说一遍 3.5公斤 谁让你说这个了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 好看吗 嗯 嗯 性感 啊 小宝 对不起啊 我没有给你过程生日 这样 我呢 答应你一个生日条件作为补偿 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都会满足你 好不好 好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一切啊 行 只要你开口 妈 这个 我会闪着好 妈 跟我念 妈 你不是要让我叫你英文吗 不是啊 我要你当我 你 你要我当你妈咪 我 我不 我 不是 小宝 这个东西都不能让开玩笑了 没问题 我 我答应你 你确定 你确定没问题 我 我确定啊 我说过了 只要你开口 我都答应你 所以 小家伙 你得开口 叫我妈咪才行 嗯 解放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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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要我放在了柜子里 趁热吃早饭 我带小哥先回 等一下 你 你等我十分钟 我蹭你的车去院上吧 你身体都这样了 今天请假 不用 我怎么能请假呢 很多小朋友都是挂了我的号 那些父母也都是向公司请假 抽出时间 带着小孩来找我的 我是有职责在身的 等我啊 可以准备一下睡觉了 贺同学 你准备就这么睡觉吗 小妈妈 那你得亲自跟她说呀 再说了 嘴长在你自己身上 是你跟她说 贺贝贝 那块硬盘是爸爸从高中到大学 所有实验的数据 听爸爸的话 慢慢把它放下来 听爸爸的 请 好你个小子 你想对我的电脑干什么 好在我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这次修改了密码 并且确保 是你绝对猜不到的 你竟然给我破解了 我说你怎么一整天 在我书房不出来 我就不该让你过早接触电脑 农生农 凤生冯 我这儿子生下来就是个马农 小宝 我再给爸爸 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说你什么好呢 今天走男团小哥哥路线啊 我风格很多遍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小宝是挺帅的 你说得对 来 走吧秦医生 送你去上班 听说今天你只有一个病人 就是小宝 那 那我其他的病人呢 你的那些病人 王主任替你负责 还有啊 我要善意地提醒你 你还欠小宝一顿饭 不是 小宝说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连我都保密上 小宝啊 这么神秘啊 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喽 你想秦医生做你的妈咪吗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我从来不相信 强扭的瓜不甜 甜不甜 咱们都得摘下来试试 对吧 秦医生和你爸之间 还需要一些感情的升温 首先啊 你得给他们制造出独处的环境 我都说好了 吃饭了 这是什么呢 真人必是逃脱 其次呢 是要给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危机 让他们并肩作长 共同克服困难 独处加危机 才能拉近他们的距离 从而擦出 爱的火花 你不好不懂我什么都误会 好啦 交给我吧 嗯 你看啊 你想啊 在重重关卡的密室里面 你爸和秦医生 只能彼此依靠 在黑漆漆的环境里面 他们只能够听到 对方的心跳声 彼此信任 彼此依靠 此时秦医生就会说 你好烈啊 我好崇拜你啊 嗯 突然 机关的门被关上了 距离危险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秦医生就说 这个我来 去吧 我在你背后的 嗯 我不会 那是我来的 啊 来了 随机排列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来 来 都不知道你怎么毕业的 小朋友 你要不看会儿动画片 你爸爸妈妈通关 可能需要两个小时呢 不用两个小时那么久 十分钟就够 排队半小时 游戏十分钟 你严重破坏了我的游戏期 连你的智商 天黑都出不来了 小宝 还有没有别的 怎么怕了啊 要是怕的话咱们赶紧回 不浪费时间 我怕什么呀 我今天又怕过谁了 就是满地的香蕉啊 这有什么好处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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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这活可干不了啊 惊悚无论一男一女 尤其是那女的 追着我吹 慌慌照我头上吹 谁谁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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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 来啊 我怕你嘛 来来来啊 别跑啊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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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如果太大的话 记得把窗户关上 不用了 这样挺好的 证据计划起到 正在前往森林 收到 早安下吧 来一下吧 整点好帽子 拿好东西啊 小宝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叫鱼术 这个叫石楠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叫鸡爪器 喜欢阳光 走 鸡爪器 你还知道这些 鸡爪器 如果这个问题还是解释不了 下次不要再联系我 现在是亲死互动时间 不准聊动作 不说 先忙啊 没事 你拿着我去点 小心点 怎么回事 怎么了 怎么了 有点冷啊 爸爸去车里给你拿外套 在这儿等你妈妈 别乱跑 小宝呢 小宝呢 赫小燕 小宝 小宝呢 我不是把他交给你了吗 我回车里给他拿外套了 赶紧找啊 快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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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宝 快 小宝 怎么了 帽子丢了 没事 温姑哥哥给你买个新的 钥匙 不过 为了让他们放心 咱们拍个合照 汇报一下 来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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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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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快去救小宝 快 小宝已经找到了 他很安全 你怎么不早说啊 这事实上总是这么满床 快快 我上来 别吵了 小心一点 来 来 上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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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着 又 紧急汽 应该是在这儿啊 这儿呢 不用想了 肯定是温姑那个小个搞 del Guys 我实在没想到小宝竟然把我的不用钥匙给偷送 我手机进水了 你闻呢 我手机也没电了 可能我们俩要在这儿过一夜了 过一晚 来 把手放在上面 举一下暖 这也太重了 试一下 还真的挺暖和的 你本来就感冒了 快点进去换衣服 今天裤子全都湿了 萌衣感冒下重了怎么办 愣着干什么 那你 你别偷看啊 你想多了 别偷看啊 知道了 好 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哇塞 连泡个泡面你都要这么紧紧计较 就十秒钟而已 十 九 八 已经到了 吃饱 你不吃吗 油炸面饼 加大量的人工调味料 我不吃 好好吃啊 明天要不要我来一口 不许啊 闻到肉吗 是不是很香 真不吃啊 不要 不吃我吃了 真有那么好吃 我要亲自品尝一下 小梦 有点 是我 您不是 我 有点 有点 是 你 有点 没 有点 你能不能不要吐在里面啊 你还真是个笨蛋 下午的时候 湖里有多深多浅都不知道 直接就跳进去了 我看到湖面上飘着小宝的帽子 第一时间什么都没想 就想着要赶紧救人 如果我要不是拦着你 你准备游进去是不是 我是儿童医生 我对孩子是有责任的 而且小宝他这么信任我 那我就把他弄丢了 我也很愧疚 你知道吗 其实小孩子的同言同语 是最正常的 他那么希望叫我一声骂你 即便他没有说出口 我也不能辜负他的心意啊 其实我们平时的工作 特别辛苦 很多人认为我们不上手术台 不出入ICU 觉得我们每天 只是跟小朋友聊聊天 做做游戏而已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背后承受多大的压力 你知道吗 每当我觉得又苦又累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过来 拉着我的手 对我笑 喊我一声 姐姐 我所有的委屈跟苦衷 都会言小言散 而且小宝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接纳我的 我很荣幸啊 那既然是这样 你要不要考虑做小宝的妈咪呢 这是小孩子闹着玩的 而且小宝有自己的亲生母亲 白天累了一天了 走着休息吧 我明明喜欢你啊 那一刻被定住像个傻瓜 想怕你看我的笑话 却听见你轻轻说送 我回家 心都融化 我回来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那边手机还关机了 是这样的 我呢 带小宝去森林公园玩了 晚上太晚了 我们就没有回来 再玩门过夜了 不过 我脖子好痛 不过 就是手机没电了而已 你这么紧张干吗 老实交代 你跟贺总是不是有点什么 前世解下了梁子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没来着今天问你呢 秦鱼 到 我前天出差不在那晚 我怎么听说贺总 早上从咱家出来的 你都不知道 现在医院都传成什么样了 就是这样子 你情节我呢 就是绯闻体质 现在上热搜 后是深陷八卦 我 是红武 明白了 贺总跟神秘女子 爆出绯闻视频那晚 你不正好在酒店吗 是不是你跟贺总说了什么 所以那周子洋没拿假 你不正好 周子洋没拿假 你不知道吗 你天天爆手机玩啥呢 我跟你说啊 现在医院全部都在传这个事 贺总颁奖的时候 直接当场彻散周子洋没假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得 原来我说的话 他全都接进去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小月 小月 你还好吗 最近 我没有时间一直好好谈一谈 对于我来说 前任和陌生任没什么区别 我跟陌生任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起 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抱歉 请你女朋友不要用职位和工作的名义 要挟我离开 还有我顺便提醒你一句 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周主任 清清 学姐 今晚会举办宴会庆祝到了洛城 你也一起来吧 乔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爸到时候 会宣布紫阳 要升任主任医师了 恭喜啊 我一定来 小月也太不划算了 为了前男友的升职加薪 我还特意花钱买条礼服 这钱花得也太远了 你错了 这钱不花那才冤枉 就是让她知道自己演瞎 让她看到你过得很好的 离开她的日子 那都是解后遇上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多 你小的周子洋吧 我就来气了 你当初要不是恋爱脑上头 把刘玄明哥留给她 她能有今天吗 你说你啊 当初闯什么墙 非要去那车祸现场救人 你这手都受伤了 放着好好外科医生都干不了 我当心理医生挺好的呀 帮助那么多的小朋友 我很有成就感 而且 我很开心 你当初救了一个小孩 没过两天就当了儿童心理医生 那如果你救的是小猫小狗 岂不是要去做受益了 你说话怎么那么高兴 我觉得受益也挺好的呀 对于我来讲 只要能治病 做什么医生都行 好了好了 别受了 走 看衣服去 这家不错 欢迎光临 这家怎么办 姐的白西长腿 你看得到还是摸不到 这一家 让人看得到 但永远吃不到 这天太多了 试试吗 试试吗 去去去去去 等了 我等了 拿去吧 拿去吧 芋泥坊的面膜 明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今天晚上记得服 明天保证你是全长最上摇的小鲜 芋泥面膜 你太宠我了吧 我不听你谁听你 那我这件衣服呢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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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小安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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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谢谢 谢谢 真羡慕周主任 能娶到小龙女儿 谢谢 谢谢 黄主任 你好 黄主任 你好 黄主任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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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干不出来 情人身材那么好 姨月 怎么了 今天穿的衣服 谢谢 漂亮 谢谢 如果我是秦医生 我应该不想躲在这儿了 姐 你今天也太漂亮了 这裙子也好好看啊 喝杯酒 装装装装装 姐姐今天穿的不是裙子 是黄金战袍 学姐 你也太不小心了吧 这衣服吊牌 都还在身上呢 别是为了今晚的活动 早上刚买的奢侈品 还来不及摘 或者说是 难得买一条这么贵的裙子 舍不得摘吧 要不然我帮你啊 你帮我丢一下呗 反正你不是也挺喜欢 发机回收的吗 干杯 爱我说 这个秦颖月真高调 真怕别人不知道她的事 她什么事啊 她什么事啊 你不知道吗 网上都传遍了她 跟贺乔宴的照片 还有视频 她手腕高强 轻而易举拿下贺氏总裁 新医学大楼落成之际 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 雅德医院的新生力量 最年轻的外科主任 周紫阳医师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 雅德医院新住院楼 落成的晚宴 同时也非常感谢 大家对我之前工作的关照 让我们一起祝愿雅德医院蒸蒸日上 干杯 干杯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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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您过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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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楼还满意 非常满意 说到周紫阳主任 我们就不得不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 秦宁悦医生 我的学姐 言情 没关系 可能有人会问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不是学姐的 勇敢斩断过去 网上就不会流出那些 学姐和贺总的甜蜜头条 所以 所以没有她 也会有紫阳医生的今天 虽然贺总依然对外宣称单身 但真爱是勇敢的 我们应该 祝福这份勇敢 因为和新大楼一样 人 也应该拥有新的生活 贺总 您说呢 这秦宁悦和贺乔艳 不会真的是那种关系吧 这么明目张胆的倒贴不好吧 长得挺漂亮 但太有心急了 贺乔艳为了自己的名誉 一定会否认和你的关系 秦宁悦 这个脸你丢定了 看来大家对我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啊 那今天我借此机会 给大家澄清一下 网上那些都是谣言 我现在也不想跟秦医生谈谈 不谈你了 不谈你了 这个贺乔艳 怎么落井下石啊 我现在只想秦医生 能够不再拒绝我的求婚 我拒绝 拒绝我 怎么回事啊 跟秦宁悦求婚 不可以 告诉我 我去吧 怎么办 没人喜欢你啊 那一刻 没定住是个小狗 想把你看过小话 只听见你轻轻说送 我回家 心都融化 心都融化 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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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你的消费 你也不是 账能做 你有没有 空呢 还有 第一次 Barelegen 爱会让人心乱入梦 可别被你揭穿着感到 我明明喜欢你啊 偏偏有紧张到无法自拔 像个你冬天追逐雪花 夏天在无人道浪迹天摇 怎么办我明明喜欢你啊 那一刻没听住像个傻瓜 深怕你看我的笑话 却听见你轻轻说错 我会将心都融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